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就是我们国产的户外吻压炉 吻压炉的技术一直被美国、日本、韩国所垄断 而今年终于出现了国产的吻压炉头 它就是星火超清吻压炉 来自国货之光的户外吹具品牌火风 那么接下来我就展开给大家炫耀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完全体 它的重量只有76克 收纳起来也只有两根手指大小 虽然这么小 但是它的功率可以达到2500瓦 只要几分钟就能烧开500毫升的水 你可以看到它的身上是没有电子打火设备的 所以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祖国的大江南北你都可以畅行无阻 为什么说吻压技术这么重要 因为当我们在高海拔或者低温的情况下 我们器官内部的气体压力不足 经常会导致火力不足 甚至说无法点燃火的情况 而星火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突出的一块 这个就是整个技术的核心 吻压阀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定输出强劲的火力 所以在户外这一点是可以救命的 然后是它的防风性 它自带一个防风罩 炉盘内凹使得防风的性能大大的增加 点火之后是纯蓝色的火焰 说明燃烧非常的充分 它的旋转阀门行程也非常的长 有540度 可以非常精细的去调节火力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 啊有必要搞得这么专业吗 一般人哪里用得上啊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你喜欢轻量化或者背包录影 你总归会遇到高海拔低温的情况啊 或者说是气体不足 而有了它 你统统不用担心 在极端的情况下 它甚至呢可以保住我们的一条小命 也就相当于一步到位了 可以放心的带着它去户外浪 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良心 只有外国吻压炉的一半甚至不到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是火风作为国内实实在在的 钻研技术的老厂牌 能搞出我们自己的吻压技术 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户外玩家 带着我们中国的炉头征服雪山 征服冰川 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非常的期待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带着它去征服高山